大中心音樂廳 準備兩小時的音樂會 也因為要體驗著場地和那個條件 也不需要弄那麼大 因為這個沙龍的性質 開音樂會其實在歐洲 在美國我不太清楚 我相信會有 但在歐洲其實很流行 很流行的 好像我以前的老師一樣 他經常出去表演 都是排大一小時 50分鐘左右的曲目 可能有些 他們很流行有些雞尾派對 大家會自由去吃東西 或者類似的東西 甚至是蕭光的紀念 不讓公園上去拍 公園大家都知道 基本上是實際的 所以其實就很輕鬆 不用像真的去大廳 首先不想嘴兩聲都不準 其實沒所謂 所以就純粹是一個小小的分享 我純粹想過 因為尤其是在香港 河光琴也很多 泰國琴也很多 交光琴也不少 曼光琴也不少 但是要找到一套有這麼想的歷史的國琴 其實是相對困難的 因為始終可能沒有那個文化的直念傳統 以前我讀書的學校裡面 這些琴的房間 有好幾間琴房 都是比較舊的小小的琴 都是兩個看到的 但當然他們 又不是阿伯伯的性能完全這麼好 到可以放上去演奏而已 就未必是 但是你會看到它有些的味道 有些的受感方面的演奏 其實跟現代的光琴 我很難說它不是現代的 或者我們比較常見 出現時面上買到的 就會有一些出人的那一刻 我只是跟他們這麼說 所以就非常感謝大家 來聽聽聽我彈琴 力度真相 抱琴的聲音 因為始終我們彈琴 就在那個時候 他們的年代 作曲家他們想追求一些什麼的聲音 或者藏作技法上的探索 始終他們是會受到他們條件的制約 也寫出來的作品之後 有時候你說有人看《蕭波》 他們的書上可能說 嗯 太誇張 太大聲 或者太吵架 但其實 可能我們今天的人 可能其實感受不太深 反而就是那個時候 可能用他們的琴 用他們的樂器的環境之下 和歌詞的背景 生活的狀態 就可能一年同樣說 所以這個就是 我們彈一些比較舊的 我們演奏一些 在一些比較舊的樂器上 演奏可能得到他們的體會 那我 最初我眼神 弄到差不多之後 他就請我上來玩一下 我一彈 就我的感覺就投不彈 在現在的鋼琴場上 就很不同 當然我也想遮這機會 再彈幾次 趁這部彈 要移民之前 我再彈幾次 就想遮這機會 隨便練一下 斷練一下 畢竟我都 不經常表演 當然我 不經常表演 現在我又不經常表演 也要借這機會 斷練一下新秀 這一年 多謝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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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主要我來演奏的作品 主要都是集中在 蕭邦後期的作品 大概是他1840年之後所寫的作品 大家知道 蕭邦1810年出生 1849年就過世了 短短的39年人生裡面 他創作的曲目其實也不太多 相比孫伯特、莫澤特 都是同樣的 錦水素 演奏家 有一個作曲家 他們作的樂曲 多了很多 蕭邦主要集中在 這個 鋼琴、樂曲作品上面 都是比較小型 短小的作品為主 都是浪漫時期 作曲家是一個特徵來的 你看一下他 在一些大型的搞音樂 和一些合唱的 Katana 基本上的 而就算是大型的 例如《奏命格順啊》 《協奏曲行曲》 都做了不太多 比起《貝多芬區》 在這方面是差很遠 但當然 藝術的成就 不能夠用量的行為 亦都去 從他早期 十幾二十歲左右 和到他後期 到他發覺 差不多就來過世了 過二十幾年 創作的歷程中 其實他在創作技法 和他的心情 在思想上 都會有很大的轉變 所以 當然我這個 不彈這幾首曲 其實都很有限 所以只是 集中 集中在他 某一個時段裏面 就 盡量 就盡量 嘗試到一個平衡 然後 在曲部上面 盡量的呈現出 他不同的方便 給大家欣賞一下 謝謝各位 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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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